在总决赛结束今后勇士夺得了他们队史上的第二个总冠军 而KD也获得了他第一个FMVP 当然还有他在总决赛上操着的体现征服了一切的NBA名秀 我们都在说KD的呈现让总决赛变得愈加的简略化 让本应当剧烈的比赛变得没有任何悬念 可以说KD改变了总决赛的走势 当然如今联盟也撒播一个说法 那就是如今的KD现役于越战姆斯变成了联盟的第一人 那么关于这种说法KG是怎么看的呢 在他心目中的现役前五又都是谁呢 昨日KG参与ESPN的节目 The Jump说出了自个心目中的现役前五 No 威少上个赛季威少打破了大O的三双记录 变成现役新的三双王 要知道威少有着超强的爆发力 并且有着逆天的身体素质和打破才能 在得分上威少 不比任何球员差 当然威少如今最需求证实资格的就是 怎么带领球队走得更远 更长乃至打进西部决赛 或者是总决赛 No 戴维斯戴维斯进入联盟线已有些年初了 在这些年里戴维斯逐步变成了联盟中的超级巨星 戴维斯进攻技能全部 不管是低位单打 仍是重距离跳投 都极为超拙 防卫端超拙的弹跳和足够的臂展 能够极好的互助篮筐 浓眉格不过才24岁 仍有前进空间 未来无可限量 作为联盟中身体天分和技能最佳的大鸽子 毫无疑问 现役第一大前飞浓眉莫属 No 三 伦纳德假如提到联盟最稳定的得分手 我们或许会想到杜兰特 可是不可否认的 一点伦纳德在得分的稳定性上 并不比杜兰特差 尤其是在中距离的得分上 乃至比杜兰特还要稳定 并且伦纳德的防卫 才能可以说是现役小前锋中最强的一个 并且如今马次对伦纳德的依靠 就像骑士对詹姆斯的依靠相同 No 二 詹姆斯毫无疑问詹姆斯是现役最佳的球员 可是要知道 下年的詹姆斯就34岁了 并且本年总决赛 时期詹姆斯现已体现出了疲惫值 所以下赛季的联盟不再属于詹姆斯 不过詹姆斯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 获得三个总冠军 三个FMVP 和四个MVP 当然如今詹姆斯还没有退役 他的传奇和记录还在继续 并且詹姆斯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有时机得分 超越4万分的MBA球员 这些都足以阐明詹姆斯巨大 No 一 杜兰特新科的FMVP 杜兰特的呈现让总决赛变得愈佳的简略 并且杜兰特的呈现改变了一切的格式 就像皮尔斯说的那样杜兰特或许才是联盟中更好的那个球员 或许杜兰特的前史地位不可能逾越詹姆斯 可是就下赛季而言杜兰特现已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而詹姆斯到了职业生涯的末端 所以说杜兰特获得詹姆斯是理所当然